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IoH的Talk 首先我們要先感謝來自台灣台北 愛台灣而且願意盡最大力量 幫助年輕人的何卑卑的一句話 年輕朋友不要任由你的未來 以他的方式到來 聽完本段演講 深度思考規劃你的人生藍圖 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聽完我的Talk之後 深度規劃屬於你自己的人生藍圖 首先我先來看一下我們的目錄 然後先是自我介紹 然後我會先簡短介紹我這個人 然後再來是我的大學 就是國立成功大學 還有中國文學系 以及一些在成大有趣的課程 還有一些課外活動啊 或者是一些經驗的部分 最後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心得以及感想 首先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胡軍元來自成功大學 中國文學系三年級 然後以下是我的海報 從海報的內容可以看見我這個人 大概可以用兩個名詞來做象徵吧 應該就是中文以及旅行 好 首先我要跟大家分享一句話叫做 No matter how long it takes me I am going to somewhere beautiful 那個 somewhere beautiful在哪裡呢 是在我旅行過 或者是我即將要去旅行的國家嗎 又會是在哪裡呢 你的又在哪裡呢 聽完我的演講 你就會知道我的在哪裡了 是在這個地方嗎 不是這個地方總會讓我想起我的老家 中壢 然後我的老家是在一個 連GPS都找不到的老家 它是一個中壢比較偏鄉的地方 它周圍呢都是無止境的田 然後還有一大一大片的竹林 還有蜂巢 大家以為是長在樹上的蜂巢嗎 不是 它是長在我家廁所門上面的蜂巢 所以呢從小我就有一個 除了 非常可以體認到一句話叫做 大自然是你的老師 之外 還有培養出我一個 勇於冒險 敢於嘗試 以及充滿好奇心的一個人格特質 好 然後 這樣子上了國小 國中高中 到了考大學的時候 其實我本來是一個 非常喜歡外語的學生 然後我的第一志願其實是外文系 但是在考指考的時候 我的 我在填寫英文試題的時候 發生了一個意外 致力挺你 但你的專注力背叛了你 我在後面的 嗯 幾題 全部填錯卡 所以我瞬間掃了10分 從此 與外文系無緣 然後 所以那時候你要怎麼填滿你的 100個指考志願呢 首先我的做法就是先把我所有覺得 哇 我真的沒有辦法去念 或者是我真的沒有興趣的科系 全部先刪除 然後再來呢 再把所有所有其他科系填滿 100個字願 所以我100個字面全部填滿 那於是 這樣子的 奇化的造 奇化的那個 過程就帶了我 進入了陳大中文系 在進入陳大中文系 並且在這個學習的三年過程之中 我 嗯 我深深地體認到 一句話 也不是一句話 就是一個 思考上面的轉變 就是 喜歡外文 一定要念外文系嗎 這是一個我當時覺得 非常合理的一個邏輯 就是 喜歡外文 就去念外文系 非外文系不可 但是現在會覺得 嗯 真的嗎 就是 一定要喜歡外文 才可以念外文系嗎 可能是 但是 喜歡外文 不一定要念外文系 像是 機械系也可以學語言 中文系也可以學語言 你喜歡做的事情 不管你在任何科系 你都還是可以持續的去做它 再來就講到我的旅行的部分 在高中畢業的時候 我就非常的想要 自己一個人去自助旅行 因為我覺得 旅行是件非常棒的 事情 然後那時候我就選擇了 首爾 很多人對於旅行的定義 可能是爽玩 爽買 爽吃 就是 一種比較玩樂的感覺 或者是 可以來一段 浪漫浪漫到不情的一個 艷遇 然後 可是 對我來講 我覺得 可能就像這張照片一樣吧 就是這張照片是我在 韓國地鐵站拍攝的 它寫著 出口 對我來說 旅行不是興趣 為什麼我不用 Choose 或者是 Choice 當選擇的英文 因為我覺得 這兩個字 Choose 或 Choice 比較像是你選擇了 可是你可能 不見得 就是比較沒有後續的延續感 所以我選擇用 Go there 你選擇了你要去哪裡 然後你 Go Go there 就是去到你想要去的地方 選擇了你想要的東西 然後 先講一下我的學校 我的學校是國立成功大學 它是一所 位於台南市中心的大學 所以 它旁邊就是台南火車站 然後 所以 我也有客運站在 客運總站在旁邊 所以 對於像我這種北部的學生來講 它是藉由高鐵台鐵客運來講 對我來講是一個交通便利 義達性很高的一個大學 然後再來它位於台南市 台南是一個 歷史文化的古都 古城 所以有非常多的歷史古蹟 但除此之外 我覺得在這邊生活 我覺得最棒的一個體驗是 就是 當你發現了某一條小巷 你走進去好好探索那條小巷 就是 每一個小巷就有點像一個小世界 很不一樣 風情萬種 所以如果你有機會來台南旅遊 或者是就學的話 可以建議你多多去小巷走走 再來第三個 你真的會來到台南 你馬上可以感受到 就是 你毒辣毒辣的太陽 為什麼我可以特別的感受到呢 是因為像是中文系 中午12點 課程一結束的時候 你一定會把冷氣馬上停掉 所以你就可以非常感受到 那個毒辣的太陽在 摧殘著你 但是同時也照耀著你的那種感覺 第四個部分是我想要講的是 台南漫步調的生活 很多人會覺得台南人的步調 台南的步調很慢 很悠閒 很適合 閒事的過日子 所以我本來當初會覺得說 會不會在高中這麼節奏快的 生活到成大之後呢 會不會變成了一個節奏很慢的人 會不會長得像這個樣子 整天呢都是 悠閒的過生活 但是我必須說 Style is personal 這樣是我這三年之中 我覺得可以用個比例來講 就是10%的閒事 80%的忙碌 以及10%的忙裡偷閒 就是我還是處於一個快節奏的 的生活形態 但是已經不像是被什麼 被什麼東西追著跑 而是自己去追著什麼跑 的那種感覺 好 要如何處理這種超多超快的節奏呢 可能有些人會 用手機記錄自己將要做的事情 或者是一些 行程之類的 像對我來講 最原始且最有效的辦法就是 你在書桌前貼的便利貼 那便利貼上面要寫什麼呢 要寫要 要考的是 要交的報告 還有各種的團體討論 也就是你必須要完成 社會學生你可能必須要完成的一些 責任義務 然後可是想要 你想要聽的演講 想要看的表演 以及想要申請的計畫 程大有非常多的演講 以及活動都會在程大舉辦 像是雲門舞集 或者是 大字雜誌的總編輯 離去中先生來 程大的演講 等等之類的 我都有去參加過 或者是想要申請的計畫呢 我個人是比較偏 國外計畫的申請 那這些計畫的來源是來自 是哪裡呢 像程大有國際學生事務處 他們都會有一些公告 像是比如說暑期實習呢 或者是一些交換交流的機會 還有像是國家的部分 像是外交部 像這裡大家就可以看到 有一些青年度假打工的一些資訊 或者是青年 國際青年大使的一些 申請的資訊 都會在外交部上面有公告 再來就是像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像我自己本人現在就是 兩個教育部的一個計畫 一個是國外的一個是國內的 然後這兩個計畫最大的共同特點就是 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去哪裡 跟你要做什麼 那是你也可以選擇去埔里辦一場活動 去哪裡辦一場活動 你也可以去選擇去國外看一個 有些人去看交通狀況 像我的話就是去看文化發展 中華文化發展的狀況 就是每個人有自己的彈性 然後除了這些官方網站之外呢 還有一些像是Youth Opportunity 這些網站呢 它上面不僅有國際會議 然後還會有一些像是 實習啊 交換啊 等等之類的資訊 然後可是這一部分呢 就比較偏 上面的資訊就可能比較不是 針對台灣學生做一些招募的動作 就可能有些是 限制在某些地區 然後年齡可能也會比較廣 可能有些是25歲以上的 就是 但是你們可以透過 就是在這個網站上面瀏覽 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機會 然後不然 我閒著無事的時候 像是 10%忙裡偷閒的時候 其實我還是有在做事的 就是比如說像上網搜尋 2016年當年度 或甚至隔年度的計畫 或者是 2016年申請 計畫跟申請兩個最不一樣 就是計畫可能是 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要去哪裡 你要做什麼 你要看什麼樣的事情 學習什麼樣的事情 申請比較像是 它有一個固定的架構 然後你只是因為有興趣 去申請成為其中的一員 的部分 但是這兩個 中文的搜尋 比較容易偏 就是在台灣能見度比較高的 或者是專門 for 台灣學生的一些活動 但是 如果你想要申請的是一些 國際性的活動的話 當然自然就要轉成英文啦 比如說 2016 program 或者是 2016年 application 等等之類的 上面資訊都非常多 或者是可以找到自己 有興趣 比較適合的東西 還有最後一個就是格言 我常常很喜歡抄 各種各式各樣的格言 然後 一開始抄的時候 只是會覺得這句話很棒 但是 久了你就會發現 在你人生不同階段 可能你會有一些挫折 或者是一些 不愉快的時候 低潮的時候 你看看那些格言 它可以不同的格言 可以在你人生不同的階段 給予你不一樣的力量 就是先跳到我的戲所 我的戲所是中國文學系 大家會覺得 中國文學系系上活動是什麼呢 我就隨機問了我一個朋友 他說 大家來讀古書 中古古老的文化 是這樣嗎 是長得像這個樣子嗎 大家一起來寫書法 中文系的確有非常多的讀書會 可能還有一些詩社等等之類的 成大詩社 可能不見於中文系 學生可以參加 其他學生也可以參加 然後 就是這些 讀書會 或者是詩社呢 都可以針對你 自能的興趣結合在一起 所以未來 如果你對於書法非常有興趣 你也可以來成大中文系 開設一個書法班 或者是一個書法社團 那除此之外呢 我們還是有一些既定的活動 系上的活動呢 像是針對於高中生的 就會有暑假的文藝營 你可以在暑假的時候 來參加我們 系上主辦的文藝營 這就是 我們的終生 跟高中的一模一樣啦 然後 暑假的文藝營呢 就是我們會邀請 非常多的作家 小說家等等之類的 各類的老師 來教導你 不管是 各類的文體 或者是一些文學 文藝上面的一些 課程知識 然後還有 在當你確認申請到 中國文學系的時候呢 你就會有 我們系上就會舉辦 迎新活動 可能會跟其他 像是理工科系的 一起聯合 為你們高中生 就是 一起來進來的時候 有個歡迎你們的感覺 好 再來就是傳情跟 鳳凰樹文學獎 傳情的部分呢 像是 每一個系不一樣 我們系常常會傳一些 就是之前有傳過一些 像是 巧克力 或者是一些 棉花糖等等之類的 大家 成大學生可以透過這個傳情 傳給自己想要 想要表白的人 或者是 想要感謝的人之類 然後就是一個 傳遞自己情感的活動 然後再來還有就是 寫作 我們有鳳凰樹文學獎 就是大家不知道有沒有聽過 北雙溪南鳳凰 就是南鳳凰就是 鳳凰樹文學獎的部分 然後 大家可以就是有古典的 古典的類別跟 現代的類別 就是如果你覺得 哪個領域比較擅長的話 你都可以多試試看 這些 爭獎活動 好 再來還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就是 繡球招親 這是什麼呢 在成大校慶的時候 中文系會舉辦了一個 非常特別的活動 在 主要拋繡球的呢 可能就是一些 中文系的男男 或者是女女 他們會在二樓拋繡球 然後在一樓的競爭者們 就會努力接到繡球 然後會跟拋繡球的那個人呢 會有一些遊戲互動 是個我覺得非常 具有把古典跟現在結合在一起 非常一個有趣的活動 然後 還有一些像是 非常特別的 像是鳳凰劇展 成大的 中文系有個很 很特別的特色 就是我們有自己的黑盒子 也就是所謂的劇場 然後 我們可以在裡面做練習 之後會到一個鳳凰樹劇場 進行表演 然後 然後 在這過程之中 大一 大二 大三 大四 都要分別 出自己的一部戲 導演 總 舞台監製 然後還有演員 劇本 燈光音效 全部都是學生 所以在這個過程之中 你們不僅可以訓練 如何 如何學劇本 也可以訓練如何表演 所以我覺得非常特別 再來分享一下我們的課程內容 一百二十八 就是我們系上的必修學分 總共畢業學分是一百二十八學分 但是 為什麼我會寫十六到二十五 跟九到二十五呢 是大一到大三的時候 是 最低你要修 每學期要修十六學分 最高可以修到二十五學分 然後到大四的時候 最低九學分 到最高二十五學分 就是大一大學 你不像高中一樣 課表都是排好的 我們雖然有一定的課程 但是 你可以自己選擇 你現在要多修一點 或者是 大一要多修一點 或大四要多補一點 之類的 就是你在大學 你的時間生活 是完全由你自己調配 我們的必修課程呢 有像大一 比較偏的是現代類 現代類的像是現代戲劇啊 或者是個體文學 總概論的介紹一下 每個不同文類的一些差別 還有以及內容 比較偏於現代類的一個 課程學習 到大二大三的時候 開始會有一些比較深入 而且比較專業知識的部分 像是各位可以看到的文字學 就是除了象形指示 會形聲 假句假介之外 更延伸的關於文字流變的一些探討 還有聲韻學 也就是每一個聲音 背後的一些發音方式 發音方法之類的探討 然後還有我們的選修 對了 大四是沒有必修的 所以你在大四的時候 可以好好利用自己的時間 去做規劃 再來就是我們的選修 選修的部分呢 各位可以看到有非常非常非常多的選修 每個老師會根據自己研究的專業領域 去開設選修的課程 然後大一到大四的 學生都可以去休息每一堂選修 像是各位可以看到 莊子啊 文心雕容啊 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就是日文 這我之後日後也會 日後在我的talk也會跟大家講到 還有關於學成 就是在學成休息完的時候 你就會有個學成證書 證明你在這一塊 學術領域上面的一個完成 像是成大中文系非常 夯的一個兩個學成 就是教育學成跟 華語教學學成 然後教育學成出來的話 可能就是比較 就是當國中國小的老師 華語教學學成呢 就是你可以教導外國人 如何學習華文的部分 但是我必須要很遺憾的在這邊宣布 就是我們現在成大 已經沒有華語教育學成的部分 因為教育部頂尖大學計畫的一個告一段落 所以現在就是各位現在入學的學生 可能已經沒有華語的教學學成的休息 但是除此之外 成大還是有一些跨領域 跨系所的一些學成 大家可以休息 像是我個人學習的就是 哲學學成 其他還可以看到有些像是 三創啊 新聞啊 戲劇的學成 大家有興趣的都可以去休息 但是不要注意的就是 像我剛剛講的 畢業學分是128 學成是要在網上加的 時間上面的分配 就是各位還是要多注意一下 再來就是未來的出入 大家最常問中文系的就是 你們未來要當老師 編輯 作家 公務員 記者 還是文案 大部分都是這六個 那中文系的未來出入是這樣嗎 我覺得 是啊 就是你 因為我們在這個大學四年所學習的部分 除了專業知識的培養 像是可能文字生育比較專業領域知識的培養 之外當然就是文字的表達能力 以及語言的表達能力 那上述我覺得這六個職業 可能這部分的能力會比較吃重 而且有這部分能力 在那些職業也會發揮得很好 所以我覺得是發揮自己所學的部分 但是不一定啊 不一定念中文系 就是未來就只能成為那六個職業 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非常明顯的例子 因為上述那六個職業都不是我未來的志向 然後 所以我覺得 不應該讓你的科系限制你的未來出入 所以你未來出入還是會像這個圖一樣 多元 而且就是有各個顏色 大家只要決定自己的方向 就可以一樣往那邊走 然後 來分享一下我覺得印象深刻的課程 首先是戲劇課 我們的戲劇課有分古典戲劇課跟現代戲劇課 然後像現代戲劇課呢 我們的老師就會 比如說講解等待果陀 等待果陀先簡短講 簡述一下 就是兩個人 然後就說 你在幹嘛 我在等果陀 你在幹嘛 我在等果陀 然後 首先我們老師會跟我們分享說 這就是一個荒謬劇 荒謬劇就是一個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有邏輯的劇本 因為像 可是 除了講解完這個部分之後 還會細部的去分析這個劇情後面的意義 但是 等待果陀就是一個 你等待一個今天不會來 但是你覺得明天一定會來的東西 所以 就是 戲就是人生 就是他有時候就會覺得 就是讓我思考 欸 果陀在每個人的生命中是什麼 然後第二部就是比較偏古典 叫快雪石青 就會一樣 老師會跟你解釋一樣 古典戲劇的體制會長什麼樣子 比如說 生誕寂寞醜等等之類的一些表演形式之外 在 還有像快雪石青非常有特色 就是他還有結合現代的聲樂 一樣就是 他是在講述一個戰爭的故事 可能從東進到民國的各種戰爭 一樣就是 講述 每個時代都一定會發誓 家破人亡 流離思索 然後還有 兄弟相殘等等之類的事情 有時候從戲劇上面 為什麼對我印象最深刻的 除了得到專業領域的知識之外 更重要的就是從戲劇看人生 第二個就是文字生育學 它大大的轉變了我進中 一開始本來中文系會覺得 可能也不大知道要在幹嘛 可是到現在到我覺得 我非常認同我們戲存在之必要 因為 我們中國文學系的存在之必要 我覺得很大一個重點在於傳承 你的語言文化的傳承 像這個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除了大家非常熟悉的 甲骨文的部分 我們文字學主要就是在練習這部分 還要探討一些文字演變的過程 還有這就是生育學 這只是我們其中一個報告的一個 截圖的模式 要針對不同的字上面去做 語音的方面的分析 然後這些分析就是 是以古人聽得懂的 就是這些語言的分析是 古人可以聽得懂的 所以你可以跟古人交談的那種方式 然後再來還有一些像是 你會覺得這麼舊的東西 然後能不能跟新的東西做結合呢 因為像這個就是我的一個作業 就是在文字學的作業 老師會希望你可以把古典的東西 與現代做結合 也就是我要我們發想出一套產品 或者是可以發內容是文字學的部分 所以這就是我發展出一個類似UNO的字牌 就是你可能 有給你字 然後給你類別 就是你要彼此的去 搭配的部分 就可能你出象形 下一個就要出也是象形的字 蠻有趣的 我自己覺得是體悟還蠻多的 再來就是詩詞曲 詞詞曲已經不像是高中上面 再來就是可能對作者 或是對詩上面的賞詞 更重要的是你要學著如何去再學習他的體制 然後學習去創作 將自己現在的心境 然後創作出一首詩詞曲 也是一個古典跟現代的結合 再來就是剛剛之前 在中文系的選手有提到的日文 喜歡外文的我在成大 即使唸中文系 還是繼續修習各種外文 像是我有修習日文跟德文 在成大的國際語言課程上面呢 有 然後你也可以去修習外文系的課程 像還有一些像法語西語 法語西語還有俄語的課程 你都可以去修習 一樣不會限制你想要學習一顆語言的心 再來最後一個心態轉變 就是像我剛剛說的 從一開始不知道知道中文系 到現在很認同中文系 我自己肩上背負著一個文化傳承的一個重責大任 然後也透過一些文學類的學習 更讓我覺得我自己變成一個非常有血有肉有感情 然後思考層面會比較廣 然後也是的人 因為文學就是學習越久就會越慈悲 這是一個我們老師說過的話 我覺得非常認同 然後再一些分享一下課外活動 我是來自桃園 然後我來成大念書 所以在成大呢 就會有一群來自桃園的人 組成的一個校友會 然後這個校友會會有一些活動 怎麼樣的活動呢 像是美食粥 就是跟成大的學生推廣 來自桃園的美食 還有素營 素營就是 會舉辦在指考結束 確定分發學校的時候 我們會在桃園舉辦了一個 歡迎大家就是一樣是桃園人 然後考上成大的人 會有一個一開始的迎新活動 然後再來就是湯圓會 湯圓會的部分就是在冬至的時候 大家可以一起包湯圓 一個比較偏娛樂性的活動 再來就是最重要的是 五一桃之夜 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寫 從台前走到台後呢 之夜是一個表演活動 然後一開始可能會 就是表演活動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像是跳舞啊 然後搞笑劇啊 或者是一些主持活動 或者是像一些 可能一些比較認真的 唯美的MV演戲的部分 然後這是大一的我 對 然後因為很誇張 很享受在舞台上面 然後在舞台上展現自己 淋漓盡致地展現自己 然後那時候主要就只是在 專心在自己的表演活動的內容 然後到大二 大二的時候 我變成了總召集人 然後從台前走到台後 從專主在自己必須要走向 你要看的是整個團隊 跟整個活動的進行 從這過程中 你可以培養到 不僅是你的領導人能力 還有你的事情規劃能力 更重要的是就是 我覺得是你在籌辦一個活動的一個 不管是細心度啊 還是一個就是大方向 就是這些都要確認清楚 並且要跟各個團員有足夠的溝通 好 再來第二個是返鄉服務團 在台南不忘桃園 所以我們在台南地區聯合校委會的時候 就有舉辦了一個 在回桃園偏遠國小 然後舉辦了一個營隊的活動 在這個營隊過程中我們教導小朋友 就是可能一些課程 像是世界文化 或者是一些科學 甚至還有一些美食的課程 就一個比較寓教於樂的方式 去回饋可能一些資源 比較稀少的一些學校 然後以及還有學生之類的 然後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 對我來講是一個回饋的部分 我覺得在我人生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部分 再來就是我的工作們 大家都會覺得說 大學就是一個小型的社會 那社會呢 所以我做過非常非常多的工作 我這邊列舉大致兩 比較大的兩個 來跟大家做心得的分享 還有第二個是我要講的 就是自己的夢想自己處理 前面有提到就是我申請過 非常非常非常多的 一些國外的出國的一些夢想的部分 然後計畫夢想的部分 然後這一部分的部分 我覺得 我特別不會想要就是 特別想要自己去完成 尤其是在資金的部分 因為我覺得就是 那是自己的夢想 自己一定要先盡全力 他別人的給予的幫助 我覺得都是很愧肯感恩 但是自己一定要先處理 好 先來分享一下我第一個工作 其中一份工作叫做幼兒半讀 就是我半讀的是一個五歲的弟弟 這真的讓我深刻的體會到基礎之重要 為什麼呢 就是我在教導那個弟弟什麼 加減 加法 加減法 還沒有到層處 還有啵啵摸 這兩個基本的東西 我覺得真的很難教 然後然而會讓我了解到 答基礎的之重要 尤其是我現在又在學關於語音方面的 學習的課程 然後我就覺得真的是 由淺 由一開始的基底慢慢的延伸到 你不論大學或者是研究所 或者是更高領域的 學習的部分 真的是基礎非常重要 然後第二個是婚禮助理 我們不是幫新娘化妝 那個是婚禮秘書 婚禮助理比較偏像是 在活動的 一開始的場地佈置 跟活動上面的 規劃流程進行的部分 然後那時候每當我走進一個婚禮的時候 我的上司就會跟我說 你絕對不能搞砸 你只能做好 那時候我就覺得非常緊張 他就說 照常理來說 大家應該都會 有些人對有些人來說 一個人婚禮只會有一次 你想搞砸嗎 你想搞砸 那個人生命中只會有一次的事情嗎 所以這一些 怎麼講 會讓我訓練的絕對不只是抗壓性 而是你想要做得更好 因為你也只有這一次可以做得更好 所以不僅在這份工作 會讓我在人生很多地方都會覺得 都當只有一次 所以這一次一定要做好 還有其他像是 中文廳打員 飯店服務生 補習班 英文老師 外文系 還有一些青年女社 就是很多類型真的是 跟我的本科系真的是 不見得一定要有關係 就是機會都是自己找的 我反而有很多外文的工作經驗 然後 在中文廳打員的時候 我會意外地聽到 就是可能像是化妝品製作的過程 對我來講是一個新知識的增長 還有像是在飯店服務生 你會發現他們的服務 多麼的細節 以及背後有多麼深奧的原因 然後所以你會對於服務人員非常的敬重 而且你會覺得服務真的是要細 從細 從膩那種感覺 然後 第三個就是 現在的高中 我覺得現在在做英文老師的時候 高中分發 都會有很多就是 天文啊 隕石啊 礦物等等之類的字 對我來講這是英文的大調徑 再來就是 外文系的研究助理 再來 我研究助理的那個研究教授呢 是 可以在一萬多字的 就是 研究資料裡面 挑出一個逗號跟你說 這個逗號是邪體 請你改正 那個老師非常的嚴謹 也會訓練我做學問 做任何事情都要很嚴謹 最後就是青年女色的小幫手 不僅訓練我的外文能力 更也訓練我熱情的部分 就是 之前可能是個比較冷的人 但是現在要學著熱情 最後來講我的經驗 我在二十一歲的時候 也就是包含今年暑假 我即將走訪世界上二十九個國家 嗯 就是 對很多人來講 就是會覺得 就是 很棒很厲害 但是 我在這些國家做什麼 就是 像我之前講的 就是旅行不只是玩 那我在這些國家做什麼呢 首先在生大一生大二的暑假的時候 我參加了國際青年大事 我們去了多倫多 芝加哥 紐約 以及貝里斯 進行交流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我們台灣的 金花祠的一些 正式的交流衣服 然後我們去那邊的話 除了有一些像是 政府機關的拜會 然後可能討論一些 關於國際啊 或者是教育的 兩個國家不一樣的議題 然後還有像是大學的參訪 然後還有像是 文化交流的表演 大概就是 這是其中一張畫面 大家可以看到 我們穿著著 原住民的服裝 然後 學習原住民的語言 還有跳原住民的舞 其他還有非常有趣的 像是 你要把台灣的夜市 編成一首rap 然後就是直接 rap 給當 就是國外的人聽 然後對我來講 真的是個非常大的挑戰 還有像是 呃 可能你還要學一些 現代舞啊 或者是還有人在耍旗 等等之類的 就是充分的 展現台灣的文化 一些八家將啊 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非常有趣 而且非常 具有文化宣揚的 文化的意味 然後 再來還有就是 我今年的計畫 就是剛剛有提到 就是 在中華文化 在東歐發展的狀況 然後 我會去到那邊的孔子學院 看到那邊的 可能中華文化在 其他國家的發展狀況 然後是怎麼樣的過程 還有像是 這是我大二升大三做的事情 就是我們 以及 成大其他四位學生 共組了一個團隊 叫南迴歸線 我可以先跟大家解釋 龜這個字 龜這個字 就是越南語的家鄉的意思 我們在台灣先找尋了 我們最後找尋到了 三位 越南外籍新娘 我們沒有特地找越南新娘 但是就是找到 人剛好都是新娘子的部分 然後我們就先錄到 一段 錄他們想要對家鄉說的一段話 然後再去越南 再把 越南想要對台灣的 親人說的一段話再回來 就是在這個 思念傳遞的過程之中 我們的名稱叫做 把愛找回來 就是大家會覺得說 思念對於現在跨海的 可能沒有那麼難 因為 一通電話 一個LINE 或者是一個Skype 就可以 大家會以為可以解決的事情 但是我覺得 實際去走過之後 會發現當你 有人的溫度在裡面 你才可以拿到 另外一個人的溫度 圖片中 畫面中 左上角的那兩位 就是 我們越南在當地 就是的翻譯 主要是協助我們在跟 越南家庭溝通的部分 然後這是 紀錄片之中其中一個畫面 就是他在寫給越南 給台灣家人的部分 這真的是感觸很深 就是 你可能一開始 也有點不大確定 自己這樣做會不會有收穫 但是當你看到他們 就是看到越南家庭 看著你的表情的時候 他們知道 就是在台灣 有這麼一群人 就是很關心他們自己 的女兒 的一些 不管是思想狀況 或者是 思念的情況 或者是 一些故事 就是 就是那種尊重 或者是 那種體驗就是會 然後會讓你覺得 你要好好更 重視 這群人 然後你也不會再把他 當成那群人 因為他們現在都是 台灣人 然後 再來就是結束了 越南的這部分拍攝的時候 我前往了柏林 在那邊我遇到了我的初戀 他的身份是一位來自敘利亞的難民 然後這一副標寫 而且 感謝你 轉了我的 志向 就是我可能 我在之前 雖然說 可能中文系沒有 不一定要有什麼出路 但是其實 我也蠻茫然的 就是 不大知道 確切要做什麼 但是 因為他轉了我的志向 在柏林呢 我遇到了他 他帶我的 我進入了到另外一個 就是 我一個完全想像不到的世界 這個地方呢 是他帶我去的 在畫面中 沒有照到 但是 但是畫面中遠一點呢 有一個難民集中 它是一個體育館 然後 它有籃球礦的那種 然後 裡面的話就是擺著 像是 上下鋪 然後好幾 好幾好幾 好幾張的上下鋪 然後 我每一次每一次去那邊的時候 那邊的小孩子都在 玩球 然後我問說 你們的教育呢 然後 那教育怎麼辦 然後 那時候我記得 我得到的回答就是 他們 不知道 怎麼去思考 我在這個地方 我要什麼樣的 就是他們不會再去思考 教育的部分 的問題 或者是 甚至是事情 他們不會去想 那時候就讓我覺得 就是 心裡有聲一鼓 想要幫助人 想要幫助 想要做些什麼的一些欲望 然後這 就成了我的人生指向 我想要幫助 經過這麼多 國外的旅行 國外的體驗 就是 就像剛剛講的 在台南 我不忘桃園 在 國外 我也沒有忘記過台灣 所以 今年我又 向教育部申請了一個計畫 去 南投埔里 舉辦了一個 兒童公益彩衣的活動 然後在這個活動裡面呢 我請小朋友們 就是 我們請小朋友 在衣服上面畫出 自己對於家鄉的印象 就是 我們希望藉由 藉由此活動 就是小朋友可以對於自己家鄉 更進一步的思考 認識 還有 以及熱愛吧 就是 會讓我覺得 家鄉這一部分 其實在 我其實出那麼多國 但是 我也從來沒有忘記家鄉的部分 最後是心得與收穫 很多人會問我說 應該說 他會覺得 我這麼不常在家 或者是我這麼愛往外跑 那 你的家庭 家人怎麼辦 我很幸運的 就是 我的家人都很支持我 不知道 他們可能也會 有些不諒解 但是 很支持我 這種支持 我覺得一定不是 憑空而來 我不可能不知道 你要幹嘛 一昧的因為血清關係 就去支持你 所以 我覺得 這部分可以先回溯到 我媽媽跟我講的一句話 就是在我18歲生 18歲的時候 我媽媽跟我說 就是 我再也不能保護你了 哇 我覺得18歲說到 這真的有點太沉重了 然後 這句話對我來講 真的是 就是 好像把我 推下一個懸崖的那種感覺 就是 你要 掉下去 或者是 你要往上飛 都是你自己的事 媽媽已經 就是家人已經 沒有辦法再保護你了 但是比較精神層面的 然後 呃 於是 就是我在大學 所以我大學才會 那麼努力的衝刺 那麼努力的 想要飛 那麼努力的想要 為自己飛 飛飛飛飛飛 但是 飛走了 並不代表你不愛家 因為家對我來說 不僅是一個 我累了 可以回去休息的地方 它更是 一個 我會很用力 用力再飛回來 去擁抱一切的地方 有時候 出國只是 出國是為了回家 就是出去是為了回家 因為出國的時候 你會更知道家在哪裡 還有就是溝通 我在做的每一個計畫 以及很多事情 就是 我都會與我的家人溝通 就是 不管別人 怎麼不諒解 你跟你自己家人的互動 但是 你一定要去做好 你跟你家人的溝通 這一塊 你 慢慢的溝通 慢慢的溝通 當他 當你的那個 家人了解你自己 想要做什麼的時候 呃 我不敢說全部 但是對於我 我這個例子來講 他們會是支持的 因為他知道 你自己想要什麼 選擇 人生真的是 一連串 一連串的選擇 對我來講 有消極的選擇 跟積極的選擇 在我的這個talk裡面 消極的選擇呢 就像是 中文系是一個消極的選擇 它有點命運的感覺 因為 我還是選擇了 因為我沒有決定 休學重考 或者是 嗯 就學會重考 沒有其他方式 我也不知道 暫時也不知道 然後 甚至像旅行就是 我一個人生生命 很積極的選擇 不知道大家還 剛剛還記不記得 我覺得旅行對我來說 就是 活著 這件事情 然後 嗯 所以你在做的每一個選擇的時候 我覺得就是 像我之前講的就是 go there 持續往前走 就像 我在中文系就會看到 不一樣的事情 我也很熱愛中文系 我在旅行 每一趟旅行之中 我也會 透過這趟旅行 我也改變了 我的人生志向 很多人會覺得 就是人生而要有目標 就是 人家會問你 你將來想要做什麼 你好像就一定要 達出一個 非常確切的東西 但是我覺得 並不一定 因為 你如果在我 嗯 在我大一大二的時候 問我 我可能也會跟你說 我不知道 然後 如果你現在問我 我只會跟你說 就是 我想要幫助 因為很多很多很多事情 因為主要是 因為敘利亞的那件事情 然後 特地就是 轉向了我決定 要幫助這件事情 然後 但是 我還是不知道 我要幫誰 我要怎麼幫 我要加入哪個特定的組織 或者是 我要用什麼樣的類型去幫助 幫助自然嗎 幫助什麼 幫助什麼 我還是不知道 但沒關係 我人生繼續走 繼續 都幫都幫 幫幫 能盡自己所能的幫 生命總是會為我們走出一條路 然後 我可能也會在未來不一樣 不同世界 做出選擇 No matter how long it takes me I'm going to sound very beautiful 那個 sound very beautiful 對我來講 已經不只是 不僅是 可能在旅行中看到了很多很多很多的美景 更是 我經過這一切 人生走到現在的人生體悟 是 更是一個我覺得 我未來可以透過幫助 而達到一個我覺得更理想 更理想的一個世界 以上是我的talk 謝謝 謝謝